好,第八招 网址提早申请,网页实时更新 网址如果越早申请的话 你的网页的SEO是比别人还要好的 那你的网址如果比别人晚申请 那你还有一步可以比别人提升排名的方法 就是要勤于更新你的网站 因为网路上的搜寻引擎 它会定时来看你的网站有没有update 有没有更新资料 那相对的,如果你的网站每天都有去更新 那搜寻引擎就很规律的每天来搜寻你的网站的资料 然后把它收入到搜寻引擎里面去 那如果你的网站很久都不更新 那搜寻引擎来一次来两次来第三天 它发现还是没有更新的话 它以后可能就不会那么长过来 这是很基本的道理 第八招 网址提早申请网页实时更新 网址是越劳越好 越早使用它的权重就越高 网页是越新越好 越常更新它就越受欢迎 我们一定要记得这句话 像我以前申请的 kimo.club.tw 这个网址是在2003年10月24号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 那我的infobox.com.tw 是在2006年的12月20号才成立的 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Pagerank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kimo.club.tw 这个网站是我在2007年底的时候架设的一个blog网站 那右边右上角我装了一个浏览器的外挂 就是可以看PR值 那拉高网站的PR值呢 对这个网站的权重等于是提升了 也就是说搜寻型对这个网站的评分是比较高的 评价是比较高的 那怎么样让这个PR值拉高呢 就是有很多方式 那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刚刚上一页讲的 这个网址是越劳越好 越早去使用这个网站 它的权重就会越高 那这个网站是网页的更新速度是越频繁越好 最好是每天一篇 或者是每个礼拜一到三篇 这样是比较受欢迎的网站 那怎么样来安装这个PR值呢 我们这边来简单讲一下 首先我们用这个Chrome的这个浏览器来做示范 在这个Chrome的浏览器呢 右上角这个就是我刚刚安装的一个PR值 看PageRank PR值的一个外挂 我们可以按这个符号 螺丝起子的符号 然后来按下选项 这边有个扩充功能 那我们可以直接在扩充功能这边去搜寻 比如说我们直接打PageRank 这边是搜寻我已经安装的PageRank 那如果我要取得更多扩充功能 假设你还没有安装PageRank这个工具的话 你可以按取得更多扩充功能 那这边就有很多扩充工具 我们就直接在这边搜寻PageRank 它就会跑出很多跟PageRank相关的外挂 我们可以自己挑一个自己喜欢的 一般我们可以挑选单纯一点的 比如说加到Chrome 那点一下它就会加到右上角 那我们浏览网页的时候 这边就显示这个网页目前的PageRank是几分 比如说我已经安装过了 然后来看一下我这个网页 PageRank这边显示三分 那如果是IE浏览器的话呢也很简单 IE浏览器我们如果也要看到那个PageRank的话 我们就去搜寻一下Google工具 Google工具列 我们就点选这个Google工具列 我们就找到安装Google工具列 接收并下载安装 那安装完Google工具列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上面这一个Google工具列 那右边有个更多设定 我们把这个PageRank的选项拉出来 这个选项固定按钮 在这边 那Google工具列出现之后 我们再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是在IE浏览器 我们随便到一页网页去 那这个网页呢就会 就会显示出来 目前这个网页的PageRank是几分 我们移到这个Google工具列里面的PageRank 它就会显示出目前是三分 这个就是在IE或者是在Chrome 安装PageRank PR值的观察的方式 我们下载安装PageRank